用芦荟当生根叶,扦插三角梅生根块,成活率高,赶紧学起来吧 三角梅开花呢,超级漂亮,养护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很多花友呢,都比较青睐这个三角梅,都喜欢在家里养一些三角梅 那么今天呢,我们就说一下,让这个,用这个芦荟,让三角梅枝条更快的生根 首先取一个建状的这个枝条,我们去给它修建一下 把这个枝条端头呢,环切一圈,一厘米的长度为0.5厘米左右 就可以不需要环切太多,然后我们找了一个芦荟 在这个枝条环切的位置,去给它涂抹上芦荟的枝叶 芦荟呢,这个也有,它能够提高存活率的作用 芦荟胶在这个三角梅枝条插口涂抹处呢,进行扦插 不论是水插还是土插,都是能够提高生根率的 我们呢,把这个三角梅枝条去给它插入到这个核沙中 也可以用质石来扦插,疏松透气的土壤都是可以的 我们把它扦插好之后呢,放到散光通风处 半个月呢,就能够生根,我们继续养护三十天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芝条呢,已经冒出了新意啊 还能开花,底部小白根呼呼冒 我们可以给它更换一下疏松透气的土壤 缓描一个星期之后,去给它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给它更换一下